一名女子跟婴儿躺在长背板上 消防人员在一旁急救 按着婴儿心脏处不断进行CPR 女子戴着都是刮痕的安全帽 身上多处伤痕没有反应 急救后女子跟婴儿还是没有呼吸心跳 消防人员马上将两人送医急救 车祸就发生在台中市和平区 一名33岁的软性女子胸前背着6个月大的女儿 骑车行经东骑路一段时疑似致衰 两人掉进路旁水沟 消防人员抵达时看到妈妈压在女儿身上 一度受困 马上将两人救起来 发现都没有生命迹象送医急救 身后女子机车还留在现场 红色拖鞋跟物品散落在水沟各处 根据了解阮性女子住在桃山部落 当时载着女儿要到东市市区看证 没想到回程时发生了意外 警方表示当时母女两人送医抢救后 妈妈一度恢复生命迹象 但是情况急转直下 母女两双双抢救后不治 丈夫货报赶到医院相当悲痛 救护车紧急送往东市农民医院急救 急救后 骑士和女儿均因伤重不治 警方目前初步判断是在和平山区 东崎路16.9公里处 致衰衰倒 因为查看机车车身并没有受损的痕迹 但是现场并没有监视器 所以真正的事故原因还要在调查厘清 TVBS新闻收采 一辆反应台中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